那个艾莎莉亚的合唱团 对不对 那为什么后来大家都不想找他 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其中里面有合唱团里面有一个夫妻 这一对夫妻呢 到最后就是玛蒂跟这个埃莉赫 埃莉赫跟玛蒂是他们的团人之一 但是她跟埃莉赫也一耍 那被太太知道了以后 两个人给我离婚 离婚就是20年前的事情 20年前的事情 合到现在来讲的话 那些人还是没有办法原谅他 所以想想这些事情里面 应该怎么去看待 难道以道德作为一个标的 然后来去永远去批判这个人吗 你们认为是飞达的想法是正确 还是埃莎莉亚的那些老先生 老太太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啦 各位里面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 一种观念 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 其中里面也会告诉我们 其中里面也会告诉我们 这个里面其实多多少少 会告诉我们一些人存在 比如说你的生活条件里面 要很好的 你应该要懂得某些东西 她有提到香水 包括香水是非常有名的 尤其那个五号香水那个 好 那个不是我们要讨论 她去看到那个香水 这个也喷一下 那个喷一下 我们想你大概每天都有 如果她有让你试用的那么多的话 你大概这个也喷一下 这个也喷一下 结果她一闻就知道说 你香水是满什么用的 要喷香水那就是一个香水 你不要那么多的香水混它在一起 因为那个对于那个 还是不太好 当然她也没有谈到 真正要提到香水的话 有一个电影叫做香水 它有分前卫中卫后卫 那很厉害 喝酒也是一样的 前卫中卫后卫 不过这不是我们能力可以挤到的 因为到了那样的城市 不过倒是提供了我们一种讯息 真的香水不要随便喷啊 喷一种就好 不要以为说我是百花其饭 所以我就喷了那么多 所以你看她的生活条件是很棒的 这个飞兰她是一个高级在法国 她发的那些通通是厂商供应的名牌 你不要再看那些都是名牌 连她接她穿那一件都是很有名的 我对大运没有研究 但是那个女孩子看的话 一定会知道的吗 呃 废伍有后来 Stream 有跟她讲了一句话 她说不要因为挫折 然后就说我不是让你来 因为碰到挫折就在美金开 这样 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大概 她里面没有很优雅的一个对白 所以这一这个电影 我就没有把它拉入到 比如说有优的 因为好的对白 都知道好的对白 比如说那我们一辈子很受用 但这个里面倒是没有 没有说很好 她只是飞兰里面对这个事件 对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有一个看法 有一点点的一种所谓的 刻意的要提出 比如说她要在自己或者是她要自杀 其实她是要吸引这个Steven 她的一个注意而已 所以她像那种人 怎么可能会去欺杀 生命力那么旺盛的人 然后连她跟那个谁 那个Morris也有一手 不是吗 那个她几乎只要她旁边的一个男女 在那天天使得早 要不然的话她真的是 不会活活气死吧 不知道 但是后面我觉得她这个倒是 请各位里面重新里面去看待她的 一个想法 因为她实际上是一个性情综合 她不会去在意外在的一种 所谓的道德规范里面去对她的约束 她不会是这样子素人就情的 她要活着展现她自己的 一种生命能量 那到底是不是在欲望上面 里面去做呈现 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呈现 这个我们可以再去讨论 那但是问题是她到了这个 这样的一个年纪 不是她特意会拍了一场 那个Steven没有办法 只要陪她睡了一下 但衣服没脱 她就一直东摸西摸东摸西摸 她说你要干嘛 她说我要玩手 这个当然这样有趣的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 你年纪那么怎么一大八的 怎么还是活得有一点点这样子 没有办法从那个欲望里面跳不住 其实不管几岁啦 就算一百岁 然后一百多岁 其实那些那样的一种所谓的 内在的一种所谓的躁动 不安的一种心灵 它是永远存在的 永远存在 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经营 我们怎么去让这些浮动的东西里面 能够安置下 如果我们只要是人的话 眼睛一睁开 我们就必然一定是在欲望当中 我们一定在六层当中 因为我们活的叫做欲界 这是没有办法的 问题是一个静的心 一个真的心一个一个虚望的心 这两个心怎么样去共同里面去病死 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做一番的一种检视 这个飞打的不断的去测试它 有时候就随于倒下去 哇不小心倒出来 他知道默默擦掉 他又倒出来 擦到最后那个飞打没办法说 他说我没话可说 因为你已经打不打了 打不打了 那第一次的时候不是 那个坡子很坏 把那个杯子抖掉 只要甩一只东西 甩一只东西以后那一次就可以结束 这是Steven他的解决 他说已经解决了 用他自己的方式解决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每次如果到那个地方的话 甩了杯子以后他可以离开 然后这一段的增值到这边结束 那可见这两个人事实上是相当交心的 问题是射压的一种生命前代里面 处处充满了一种所谓的冲突 而这冲突当中里面 其实就是渴望对方的依存 这是很复杂的 而我们人其实在某种角度里面 其实活在这种所谓的很难诠释 你没有办法诠释 你很难自我诠释 为什么 因为你不愿意说出来 就算你说出来以后 你也说的不是那么样的一种相应 所以日本人在这方面 他们把它发展出一套文学 这一套文学我们称为 叫做意识文学 意识文学 在日本在全世界 意识文学写得最好的就是日本 所以那个 各位有机会的话 去阅读那样的一种小说 它不是什么样的 怎么黄色小说 不是 它是完全在讲心思的问题 比如说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又不让我不能让我太太知道 我不能告诉他 但是我就希望他做那样的事情 如何如何呢 所以最有名的那个古其那样 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 有一部小说叫做 剑 不是那个剑 是那个钥匙 那个金字塔 一个剑色的剑 关键的剑 那个为什么要剑呢 因为 比如说那个男主角是个教授 然后他已经 越来越跟太太的那个 有欲望里面有一个不弱 但是他又有蛮大的一种渴望 所以他希望太太里面怎么样 要让我吃味 要让我吃醋 然后就有一种怎么想要报复 或者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会变得非常崇望等等 可是我总共就跟太太讲说 然后太太你要去让别的男人触摸 然后我就会如何如何等等 这些花都不用讲 所以他就开始写日记 把日记写完了以后 在那个日记还带锁了 所以就把他锁起来 锁起来你就锁起来嘛 你看那个钥匙又偏偏要放在那个谁 太太可以看到的地方 太太等他出去以后 请问你太太会不会偷看 好啊 太太绝对会偷看 好 结果太太也去买了一版日记 嗯 她也有锁了 她也写了以后 就把那个锁锁起来 然后那个钥匙呢 钥匙不锁的也是 就放在先生可以看到的里面 那先生会不会偷看 当然也会 所以这两个也就是一边偷看 对方的日记不断的偷看 不断的偷看不断的偷看不看 那样的东西去做一版有一版材质 这个就是人类当中里面 非常深层 我们叫做允威曲折的一种 灭在心态里面 如法或者不能去做一种 正面上面的一种诠释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它隐藏起来 可是在隐藏当中里面 因为我们又不断的 如法去制服那样造动不安的心态 这个叫我 义这无许 义这无许 所以我在里面有谈到 那个他那里普及 那里有点小说 叫做 一个封颠老人的日记 一个封颠老人的日记 他这本小说 还被英国买走的 就是各位如果要看的话 去找那一本叫维纳斯 维纳斯 四年前的影片而已 很漂亮的影片 那个是彼得奥吾尼 叫做维纳斯 他就讲一个老人 很喜欢跟一个年轻人 女孩子在一起 其实他也不能做些什么 可是千天守也好 能够在他 只要跟他在一起 他就觉得那一天没有白活 因为这就是我们讲 这不就是飞达的心态吗 这不就是飞达的心态吗 所以由这句来讲的话 我们会理解到说 这生命形态里面 其实有很多 让我们里面是很难去理解的 当然我一定能够真正安慰 那个飞达的大蛋 只有这Steven 但是问题是Steven 他现在已经是 有他自己的一种生命的 状况 他有他的女朋友 然后他也知道你交女朋友 我生气而已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容忍 要不然呢 他说你那个染法 你看他很智慧嘛 看到别人 他自己是金法的 然后看别人也是金法的 他说都有一点点的 他不是金法 他看别人金法都说那是染 因为外国人大概最推崇的 大概就是金色的头发 最讨厌的是什么发 红色的发 红色的发 可是后面的话 因为日本里面有产生 全世界里面这一方面头发 也有起了一种叫次文化的革命 次文化的革命 包括染头发日本大量 这日本发展的是最强的 第二个就是舌环耳环 那有的女孩子耳环可以挂九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整排 对不对 还有舌环 你知道舌环吗 舌环就是钻一个洞 然后伸出来有一个圆圈 那舌环不是还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他还一直拉 一直拉 一直拉 拉到最后的话 那个舌环断 还不会舌环断掉 舌头里面做一个洞 切开 切开也要变成两个 舌头变两个 那个 日本呢 日本他都是刺毛 大概第三个就是刺青 刺青 它台湾现在已经很多 他一直被延展下来 不过这次不是我们在做的这一代 因为那是下一代 下一代曾经有在这样 近乎是革命式的 一种所谓的这种文化上面 所以才被称为 他不是主流 他被称为赤文化 你不管从不承认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的这样的曾经有过的生命形态 事实上是存在的 事实上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叫做赤文化 在台湾里面也有 因为我一直也想要拍那个 10 拍10个诗法 像那个酿酒诗 还有刺青诗 这我们都想要把它拍成短片 这个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世界 所以你拍出来 文化当然会有很不错的那种感觉 其实最大的问题 非达在什么地方 是他因为他没有亲人 其实他的亲人让他太失望了 我告诉各位 非达今天之所以心灵啊 你不能说他心里变大孩子 一定有缘由 他的缘由是因为他的哥哥里面 也没有从来没有给他一点亲情 你没有要告知 你就告知说你妈妈死掉了就好了 他不是他先 那个顺序就变成是哪一个是比较重要 我们这边国家比较穷嘛 所以你还记得台湾几十年前嘛 如果有你亲戚到国外去的话 你会不会说你回来的时候 帮我买什么买什么 现在还是有人在买嘛 牛仔裤啦 什么东西啊 帮我买一个什么东西啊 买一个 你嫌疑要不然就出国的话 买两瓶酒啦 要不然一条一两条一天啊等等 可是他哥哥的一种形态里面是如何啊 是先要求你有几件牛仔裤 你要求什么要求那个要求那个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 表示说我们有一天很显然 飞打离开法国那么 离开到法国去以后 跟这个阿三尼亚 那个他们的那种情感里面 已经完全不淡掉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从这里的话 那个飞打才是整个心态 起了一个很大的一种改变了 我告诉各位 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情 有时候在父母死掉以后 离过很多的那个兄弟姐妹的话 本来是很好的 一通也没有玩 因为是这样做 很伤感情 很伤感情 然后其中里面 那个我听那个邮吉小姐跟我讲 她说那很可怕的 在他们那个地方里面 会产生很大的那种互动 意思就是说 现场里面就要求要分财产 就在那个邮吉小姐 从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人线里面有时候是很难掌握 所以像那个哥哥里面她 我也不见得说 我不认为说她这样的话 就是产生大逆不到 或者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但问题是我们不是当事人 飞打才是当事人 所以她为什么同此以后 对这个家乡里面的 所有的一种事情里面 几乎可以一刀亮断 但问题是她永远保存一张什么 年轻的时候她一张照片 黑板有一张照片 是她年轻的时候 当小姐的时候 哪里面完全是当小姐的时候 在那个家乡里面所拍的一张照片 所以这一张她是无法忘华 那一张被谁看到 就被这个安娜看到 安娜不是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到 才看到那一篇的报导 那她之前里面 还是有跟那么多的埃桑尼亚旁边 就是那个家乡里面的主声合唱团啊 后来她们自己合唱团 就把她自己把她割捨掉了 她们自己到哪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演唱 从此再也没有跟她那个交流 那一次那一次那个谁那个安娜是认为 应该给她多一点点扇子 你只要开了扇子的话 她的心胸里面会比较开过 我认为她的做法是对的 但问题是被那个灰达知道说 你们之所以来是因为她打电话叫你们来 如果今天她不打电话 你们根本不会想要来见过她 所以在当下里面又翻脸 又翻脸又翻臼帐 就把20年前的事情 那你说谁是谁非 这个是很难讲的 这个电影里面开放性的结局 因为她没有给我们答案 你不能说非打错 或者是谁说错 哪个人错哪个人对 没有 这部电影很可贵的地方是她不讨论 她呈现 她只是呈现现现象 而不讨论结果 因为照理说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结局 这个结局里面如果说如何 那将来的话 我们碰到的话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有一种衣裙呢 那有这种衣裙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 这部电影没有了 这部电影没有 这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 蛮奇特的东西 所以 飞打当然进去也还算不错 因为她认识了她的先生很有钱 所以她事后里面也是在日后里面 生活相当优渥的 所以变成是法国里面 住在高阶什么的 或者是说比较我们讲说地段很好的地方 在法国你只要看他们门大概有多高 那个木门 有钱人没有钱的人大概就一般人了 我们那个 我们大概不会很刻意就把那个 木门里面做得很高 那有钱人大概那个 欧洲里面有钱人的那个房子 包括房间里面的 那个门都很高 所以你看那就知道 他们这个家庭里面 事实上是相当不错 要自杀我想大概也没有办法自杀 那个药全部给你里面 我想她也不会吞下去 只是说我故意看她回来以后 打开之后我要打开这个 为什么要没有钥匙 要刻意制造一个话题 让Steven可以回来去看她 不会是如此而已 有一点点像什么 像小孩一样 故意耍赖 可是她的故意耍赖 也无非只是想要求得一点 精神上面的一种符位 你认为她有错吗 我认为也没有错啊 但是你说Steven应该要 全心全意回来里面去照顾她 因为你送我一间咖啡厅 然后我就全心卖给你吗 那Steven这样做是不是有错 我也不认为她有错 所以这个 你要从哪个角度里面来看待 这都是可以在我们人际之间里面 产生新的 一些所谓检讨的空间 问题是后面她改变太快了 后面她改变快了 因为那一天她坐在那边她很怪 那个谁那个Steven睡着她告诉她 她在她的耳饭里面说 我看你们两个一定有上床 她有上床没上床 那个过去里面 跟多少人上床那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人 但是这个地方我看不到她 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她找她的时候她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不是吗 她整个晚上不是犯了 那本来是穿了一双高跟鞋 这是她在巴黎里里面得到的一个战利品 应该自己去买 然后我很冷就换穿了里面 那跟台北一样 所有台北的捷运啊 车站里面那是不容许 不能让人住在里面 都一定要赶出去 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 巴西车站中央车站内也是一样 到晚上的时候 所有的那个流浪汉什么 全部赶走 全部赶出去 因为胖里面有一些 睡在那边的话那还得了 那所有人通过跑进来睡 那所以那个管制我认为 那也是应该的 所以在那边的话 一个人很冷 其实那个是她没有人 她又穿了迷你裙欸 那不是能死才挂 那里面穿丝袜 但是最后她换成了 那个一张比较有毛的那个鞋子 所以跑到一直等 一直等 但是这我也觉得她也有的意涵在 因为她等到天亮嘛 天亮 但是那一天下午的事情 而这之间里面她跟Steven 两个人是在寻找当中里面 有一定有错的 所以故意的 我想在那边有一年两年 因为她才90分钟 所以在撑她当中里面 最后那个那个谁 那个好像是冬眠座里面打电话 给了她 她说她是应该在哪里 就在跑去那边找 所以首先后来 她们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她用手轻轻的摸摸 也没有接吻也没有什么 所以这一天也没有很大 但是她讨论的东西里面 后面留下来问题很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要 要救一个新时代的英雄来临 然后我们每个生命的英雄所谓观点 看法 尤其到现一年下一代的 她们的英雄想法究竟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必然一定要理解 后来她进去 那个谁 那个那个 我可以讲 只说了一句话 她说 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要进来啊 怎么突然间改变那么快 这就是我想她缺乏了一点点 具象的东西里面来做 这一方面的一种展现 要不然的话有这样展现的话 可能就会带给我们 不一样的一种形式 总之不一定是因为别人吧 因为你自己看了这件事情 你要有自己在上面的一种判断 其实这个飞打里面 第一它是忧郁 第二它是寂寞 这一点是绝对绝对是肯定的 当然独鼠的时候 这两样的元素里面 一定会不起眼而生的 突然之间产生 而你自己没有办法发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你的行为在别人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古怪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你都没有古怪 都是别人在古怪 其实你自己 不知不觉当中里面 会产生的一种所谓的 比较奇特的那种现象 请注意那样能有现象里面 其实你一定会有它的缘由 请你去找出来 而飞打我们把它找到 这个就是忧郁 知道那么多男朋友 你说他会忧郁吗 那其他呢 随着人逐渐地要面对老年 还有死亡 那其实不是影响很大的一种 来你这生命当中里面 我认为它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不算很热天 所以我们看现在的话 大概我们台湾这方面 大概做得还不错 这乐领里面的这个活动 也是因为乐领而举办的 所以现在其实2000年之后 2000年之后 我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开拓开闭 这个所谓的电影类似这样面 是我跟博物经理官 我主动去跑到博物经理官去 跟他讲 我说食衣住行 我们台湾没有问题 娱乐没有 娱乐没有 再来的话 我们退出人口那么多 政府也不会去积极 想要去说 让大家里面如果去第一堂 然后来去检视一些 所谓的文化的东西 所以我还要求那个馆长 把那个意见放映室让给我 所以后来他让出来 然后让我去做 我做还不到三个月 所以他们自己就收回去做了 他说明年我们要自己做 我就好了 好了 后来才会有连续差不多八年 八年的时光里面就是在那个博物经理官 那时候很风光 那时候不是很风光 那时候九点开门 外面已经排一串 都是老人 退休了 为什么 就像这样子 你们刚才后面的可能字幕很多 看不到对不对 那因为他要赶快 赶快抢一个第一台的位 那天堂的人都跑到跌倒了 但是这里他们都很 还是忍得下来啊 后来我告诉那个馆长说 那个应该要有阶梯式 后来就做了六个阶梯 五六三的一个五寸五寸五寸 所以五六三十就刚好三尺 三尺高 他说一定会碰到 我都不会了 后来做起来的时候 大概180公分的还差这么高 就后来也连续十 超过八年 然后我在中文经验囊也学着做 做七年 中文经验囊那时候后来也在做 现在的话就大家都没有 为什么 新换一个馆长 大家都不做 因为那是前面没有做 我如果顺着他做的话 显得我都没那个破例 所以我就干脆叫他收掉 然后我自己再做一个 另外一个什么 那中文经验 然后后来就把他做 叫做叫做什么 叫做定目剧本 什么叫定目剧本 他是希望大陆那时候 路客越来越多嘛 路客来 我说不可能 因为那边的 我是那边的委员 我去开会 我说不可能 水帘洞 国际的水帘洞 请问大陆的人 观光客来台湾 他会进去中文经验囊 去看一个水帘洞吗 平均 我意思说不要做这个 因为做这个注定你会失败 结果是彻底失败 勉强啊 勉强弄了两年 两年都同事 他也没有什么亏钱 因为来的人有点亏钱 到最后大家都不了了之 但结果我那个电影也多 现在都取消掉 不过还好啦 因为图书馆 像我们这个图书馆里面 大概 我现在各图书馆都有 都会举办 那就是从2000年开始 我开始去提倡 类似这样的一种活动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先趁这个机会里面 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 各位如果有看的 看不懂的地方 或者是哪个地方 你们需要去提出你的定列看法 大家不要客气 谢谢大家 再见